大家好,我是爱收藏的天元 然后上一期呢,我们主要聊了一些这个瓷器的这个粗跟细 包括一些所谓瓷器的瓷质,就是瓷器的质量 上面的一些小的一些点,一些知识点 以及就是说,为什么说咱们还是得去接触一下老普的原因 尤其是咱们新手刚刚开始收藏的这个藏友 老普是最好的老师 还有词骗,还有词骗,包括残词,都是最好的老师 咱们继续聊什么,就是聊一下这个交流会啊 因为刚才哥们又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说 哎呀,这又有交流会了,你去不去 我说我去 他说那会不会太累了,我说那累也要去 因为咱们是干老货的 然后有些当时会说,那你不会去这个农村一线 说我也去过,真没东西 真不像那些个啊,农村家里就能爆出一个什么这个 回流的罐子 挺搞笑的,外销罐子挺搞笑的 真没那么多东西,现在下去收,能收一些这个老酒 老杂乡 那种破壶,哎呀那破的那那那那那木头盒子 包括一些钱币冒花或者一些民俗件就很不错了 就很不错了 真正好的东西早都已经在这个藏户手里 为什么是有说说,掏老户能掏的东西 就在这些老藏户手里跟一些同行或者是藏家的手里 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吧,但是你说如果农村彻底没有东西这个事也是有点过于绝对 他多少还是有,但是肯定你在农村掏出个外销的东西来是有点违和的啊 是有点违和的啊 这题外话 然后我们这回呢 还是要多,就不是我们这回,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说主要的这个跑的地方还是交流会 因为交流会呢都是同行串货的地方 你就把它理解成一个大型的同行的集会跟串货的串货场就行了 嗯,因为真正,嗯,玩收藏的最大的群体 除了咱们广大的这个,就是这个收藏爱好者 不管是瓷器玉器各方面的收藏爱好者 除他们之外,最大的收藏群体是谁呢 是古董商,是同行 对吧 我们是最大的收藏群体,因为我们也喜欢,所以我们才会去收 我们才会去研究,然后才会去把它这个背后的历史啊,背后的一些这个好的东西 然后去挖掘出来 然后这也是玩家嘛 就我们才也是最大的这个收藏群体 所以这就理解成一个同行的窗户场 这个就好理解 所以就是为什么田园总是去跑一些交流会 包括一些集会 包括真的一些旧货的地摊 去逃货 你只能这样子 你去农村机会真的非常少了 非常非常少 我目前去的比较多的那个交流会也都跟大家分享 长沙,德州,对吧 景德镇,因为主要是陶瓷嘛 主要以明清瓷器为主 以传世的瓷器为主 主要就是这些地方 包括山西的一些地方 可以跑一跑 跑起来真的也挺累的 我现在发现这个交流会的次数非常的频繁 一个月好多回 非常的分散 以前就是 德州啊,锦州啊,长沙,景德镇 了不利了 就这么些啊 其他的包括张蓝 对吧 现在是满世界都是交流会 你都不知道去哪个了 这是弄得有点晕 也非常的累 但是你该跑还是得跑 因为 你只有在这种通行比较多的情况下 你才能知道真正市场的行情在哪里 真正目前来说 这个收藏市场的风向标是什么 比如说今年流行什么 还什么就比较的这个热销 什么的比较受追捧 对吧 什么的这个价格走得比较好 哎 今年什么藏品可能突然感觉有点瘦冷啊 哎 这个藏品突然价格开始有点下来 你别看这些这些东西 它不是只涨不跌的 这我跟您说实话啊 这它不是只涨不跌的 它有些东西 它真的也跌 也跌 但是呢 总体来说 没有说不值钱 就是只要是个老货 他没有说不值钱的 那不可能 你只要是老的 说个价的事 说个价的事 当然你不能太 对吧 太拉 那是另一码事 那是另一码事 你也看给谁说呢 跟新入行的新手小白 非常垃圾的这种 就这种小破烂 这种东西 他们也会买 为什么 他们需要这些东西去上手 去学习 这对他们来说 价格很合适 东西呢 也各方面的这个 可以看的点都在 他们会很喜欢 但是你如果把这些东西 拿到那些大行手里 对吧 开卖会 拍卖会的人手里 搞政绩的人手里 那是不是就不对了 所以说 还是看自己 还是看自己啊 这个多贴近市场 多贴近这个 真正的这个 同行 跟这个一些 靠在一线的这些个 跑起来的这些个同行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对于这个 大就是大多数市场流通的 藏品的这个 不管是价格 还是行情 他们心里都是很有数 也很敏锐的 当然 顶级藏品 高级藏品 这东西我们关注哪里 就去关注拍卖会 每一年的春拍秋拍 大拍 宝丽加德 中茂生家 对吧 中汉这些非常知名的 这些的大拍等等啊 等等大拍 包括一些新兴的拍卖 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些也代表了一些 这个藏品的风向标 对于我们真正喜欢收藏 热爱收藏的这个藏友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 不像有一些藏友呢 他凭想象 他觉得他这个东西该怎么样 他就怎么样 这种藏友到最后 其实往往也挺 挺难受的 有一些藏友 比如说他真的是觉得 我手上东西就好 就贵 他也不贴近市场 反正我不管 我就卖这架 那他最后就在手上坐着 就在手上坐着 因为市场行情 可能这个东西 也就是十万八万 我就要五百万 这弄不了 这个都弄不了 这我真有 真有 我碰到过一个一个大哥 很早 哎呀 这说的时间长 我说快点 一个大哥拿了一个乾隆 玉提师的一个币瓶 餐的 大哥就说这东西 他必须卖四百五十万以上 我当时找那个 管征级的那个 保利管征级的 加德管征级的那个朋友来 人家说这东西就 就能看到这个一百五 他就能送 高了 真确实也累 大家说那反正低了 我不卖 我也不用 我也不缺钱 现在还放着 这真事 这真事 现在还放着 当然这种东西呢 就是我们不要活在自己的想象里 如果你喜欢手操 你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 你还是多贴合一下市场 这个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这真的是比较中肯的 然后你跟这个 只要是他长期干股安 你可以关注他 他干了好多好多年了 他一直还在干 这个人起码是靠谱的 比如说像田园这样的 有点不要脸 他起码是靠谱的 他对于市场的这个 行情跟认知 他是不会有太大偏差的 当然你说超过他能力范围之外的东西 那是另一码是 另一码是 这你需要找一些更高层面的 或者是真的是你需要送拍 你就去送拍 他们能够给你的藏品 带来一个更大的价值 当然一些老谱的东西 我觉得市场 真的是很代表市场的 OK 我是艾收藏天员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加关注 有什么需要交流的 咱们都可以频率交流 有什么需要购藏 你也可以私信我 下一个视频 有可能我就去长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